40组唱作人将按照抽签顺序依次演唱 获得三位队长一致认可的唱作人 直接拥有榜单前十的挑战权 拥有挑战权的唱作人 可以选择榜单前十中的一位唱作人 进行换位挑战 40强是我们队长都爱个听了然后选出来的 10强是听众选出来的 音乐人的耳朵可能会去更理性地听一些细节和技巧之类的 大众可能就纯感受 所以今天呢可以说是真正的是表现音乐能力的事项 真正的都还蛮你有东西的才能够留下来 所以基本上呢我觉得今天会有很大的调度 在这个规则下面我觉得身为一个原创人要上去表演 而且要一轮一轮打上去的一个心态是什么 我怎么可以在这样的情况下适应这个环境 然后把我身上有的任何东西放在这个桌上让人家看 我觉得这是唯一我会想的东西 三个队长都喜欢这个难度非常大 他们他喜欢的东西不一样 你知道吗 当然难了 我们三个人类型都不同的时候 你要用什么东西去抓住三个人 基本上我觉得今天要一次通过 就是能够直接跟目前市场直接挑战的人 应该也不多 赛制从感情上来说永远都是残酷的 但是从概率上说我想其实大家都一直在摸索和努力地在接近公平 就是接近最大的可能能把最好的一些作品选出来 我觉得能打动在针对这一个舞台里面 谁能打动就谁 谁得票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